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莫多人咖啡员Juice 我是你们的所长 也是你们的 有那么一段时间没有测评咖啡豆了 一方面呢确实比较忙 另一方面呢万一喝到不好的怕被别人打 上个礼拜呢 本来打算买齐山姆跟河马的咖啡豆做一下测评 当我去了河马之后我发现 哎他这还挺多啊 然后我还买到了 朝日为品的咖啡液和牛奶的组合 还有瓶河马的海盐瑶瑶奶盖 就这么点东西花了我520块7毛 这三个大包的是一石豆 然后这些都是单瓶豆 我是有惊讶的发现到 他这些豆子上面写的 冲泡粉水笔都是1比15 1比16 所以这些豆子确实是用来去做一些低绿咖啡 或者浸泡式的咖啡了 有点意外不知道他们喝上去怎么样 他们每一克的价格 以及他们单杯的成本 我也给大家算出来了 最贵的是4块5一杯 最便宜的是1块2一杯 接下来呢我会先给所有的豆子测一下色质 看一下它的烘焙度在哪个位置 然后呢我们分为单瓶组 跟这个衣食拼备组啊 去测一下它们的味道如何 这些豆子的生产期都在2022年的7月到8月左右 今天我拍摄的当天是2023年的3月中旬 像这个豆子已经排梯已经完全排空了 到达了一个抽真空的状态 一般看到这种豆子的话 基本上都是时间比较长的了 拿铁爱豆这个打开就可以看到一些 比较明显的瑕丝豆 然后它并没有出油 我以为它会比较深 颜色还好 在这个光线下看着不是很深啊 我们来磨一点 78.4算是中度比我想象到浅好多 黑色琥珀真的已经有够黑的了 基本上都到一个出油的状态了 46.7Four City 清晨丛林57City 看颜色是介于它们两个之间的 这三个闻起来最深的这个它的浓郁的咖啡味还是在的 然后最浅的这个它已经就是闻上去像成豆 就是风味丧失之后有点那种酸酸的不新鲜的味道 中间这个也是中规中矩 闻上去没有什么太好的风味了 就是也是有点不新鲜了 三瓶豆后面撕下来都有一张卡片 上面还会有一些聪明杯 手冲低律法压壶的充足建议 还是蛮贴心的 单价不贵 但是该给的都给了 就看它味道如何了 色质这个东西数字越低代表它烘焙的越深 这里面最深的是这个黑色琥珀 数字越大 它的烘焙度越浅 它数字最大的竟然是拿铁爱豆 河马的烘焙度这么鸡精的吗 确实我没有看错 就最浅的竟然是这一块 可能有部分原因 就是它这里面这个浅色的瑕疵 都会稍微多一点 包装上并没有写它里面有什么豆子 估计是日晒的这些豆子比较多 浅色的奎克豆比较多 导致它的色质可能会数字偏大一些 我估计它应该跟这里的 叶加巴西亚差不多的烘焙度 色质可以作为大家对烘焙度的一个参考 它们抹粉的时候我也都闻了一遍 香气勉强还可以的 就是云南酒香和叶加雪飞 就这个虽然你能够闻着有一些不新鲜的感觉 但还是能够补助到一点点那种 艾塞的水果味的 下面我来坐着喝喝看 浓缩的味我已经尝过来了 中间黑色琥珀真的是苦的 让我想起了之前喝的某品牌的浓缩 大家肯定平常也不怎么喝浓缩 浓缩我们不作为参考 还是兑一下水看美式的味道怎么样 这三款喝上去拿铁爱豆还是有一点点酸度的 它的美式跟浓缩它都会有一些酸度 这里面我会更喜欢这个一点点 因为它的烘焙度不是那么深 所以它的苦味没那么重 喝拿铁的时候它的整个均衡感平衡度 还有一个风味上都是还可以的 但这是我根据它现在的风味去推算它新鲜的时候 黑色琥珀真的是非常的苦 浓缩焦苦拿铁也很苦 美式也很苦 就真的是苦苦苦 这个我不推荐 它拿铁里面基本上也喝不到什么是它的风味了 就是苦味 不建议大家去尝试 清晨丛林它就是没有什么特色 它介于两者之间 它也有点苦 但不至于让我感觉非常的不爽 综合它们的价格和喝下来之后 去看这三款喝码的铁咖啡豆 一杯美式成本是两块二和一块六 所以它的价格还是很便宜的 如果它的日期能够买到比较新鲜的 它们绝对是比较有性价比优势的 从口味上不建议大家去喝黑色琥珀 因为它的烘焙度比较的深 喝上去的苦味非常的刺激强烈 是我觉得我已经无法接受 酌食有些深了 很焦苦了 大家吃饭吃烧烤 肯定不会吃焦的部分 对不对 它的浓缩是真的是苦到变形 美式在常规的 250到300毫升的悲凉情况下 还是苦味非常明显的 就是到我有点喝不下的那种 你可以通过这种咖啡豆的感官 刺激来提升一点点提升的效果 但是从咖啡的好的风味角度上来讲 它不是比较好的选择 拿体爱豆在这里面相比的话 它的口味会稍微好一些些 偏向于中度烘焙的 它的浓缩跟美式是有明显的酸度 如果在它比较新鲜的时候 它美式的酸质 可能会更接近于水果的酸 但是现在喝上去酸还是比较平淡的 它的酸度跟牛奶结合之后 是能够喝到一些自然而然的甜感的 如果今天没有喝咖啡的话 拿铁我是可以喝完的 另外两个我可能就喝不完了 但是它也会有它的问题 就是它的豆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会有明显的很多颜色偏浅的豆子 这个豆子我们叫做奎克豆 它的生豆并没有发展成熟 没有长成熟 然后在烘焙的时候它的颜色就会偏浅 尤其是在中度浅度烘焙的时候 会异常的明显 这些豆子喝上去的话 你可以喝到很明显的 花生瓜子壳的这类味道 肉眼可见这里面豆还是挺多的 一般来说大厂都是应该有色选区 去把豆挑掉的 可能是太多了 挑掉之后成本会长得比较厉害 三款衣食就到这里 然后我们给那几个单品豆做个杯测 我们来喝喝看这些单品豆的味道怎么样 这些豆子其实都差不多 在干香的时候 只有云南这一支 可以还能闻到一些 它这个处理方式带来的很有特征的香气 就它闻上去没有那么不新鲜 那这些它们都是有一种豆子不够新鲜的味道 麦特林这一支烘的比较深 所以它的深温杯的味道 会再占据一些主导的地位 喝完之后不得不说 咖啡豆还是一定要是新鲜的好喝 新鲜的豆子 它至少还保留着它里面比较好的风味物质 而且它不会产生一些不新鲜的 这种成年的味道 喝下来之后 其实这些豆子的新鲜度 给我的感觉体验感还是比较不好的 云南酒香确实还能够喝到它那种发酵的酒香的风味 但是这个风味喝下喝完之后 感受到之后就喝到了它剩下的苦味 中间的那些风味层次 我觉得会有个断层 就它不够完整 总觉得缺了一些味道 西大摩这支已经喝不出什么西大摩的风味了 比较成年的一个老旧的味道 同样也是艾塞的叶家雪飞 它要比西大摩这支稍微好一点点 还是能够捕捉到一点点那种柑橘水果的味道 它如果在新鲜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可以买买看的 哥伦比亚的这支有一点点柔和的酸度 因为它本身就是偏平衡偏干净的这种口感 基础上它的这种不新鲜的感觉 反而没有那么的多 就是很平淡很平衡的一个Duty咖啡 或者说它比较接近一些比较淡的便利点美食 但是比便利点美食稍微干净一点点的口感 巴西就是那种花生瓜子的味道 我不喜欢 曼腾林这支它还是用了比较传统的 大家烘曼腾林用的一个比较深厚的烘焙度 它的色质跟前面的10度的色质也已经比较接近了 所以它的咖啡味的强度 那种烘焙味的深烘的强度还在 风味还是会少一些 对于大多数不怎么喝咖啡 对咖啡不怎么了解的人来说 可能会觉得这支香味是最香的 它确实比较重 但它不代表它非常的香 它们的价格都是从39到69 怎么说呢 如果它们足够新鲜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买来尝试 尝试69块钱半磅的价格也不算贵 我买到的这一批大半年的豆子 它肯定是不值这个价格的 如果它们还是比较新鲜的状态的话 我觉得云南酒香和叶家雪飞 这两个的风味可能会比较好一些 但是之前我们不是做了很多的线下体验课吗 线下课程中我们给大量的新手 不怎么喝咖啡的人去喝不同的单品咖啡 对于云南酒香这种发酵的 还带着酸味的接受度 其实是比较低的 如果你不能接受这种酸发酵 我刚刚开始喝这些黑咖啡 单品咖啡的时候 可以先卖点尝试云南酒香 它的发酵风味还是蛮重的 你可以先试试叶家雪飞和哥伦比亚 不管你是不是新手 哥伦比亚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选择 它39块9一杯成本是2块6 即使时间稍微放长一些 它也不至于变化过于的大 好单品的杯测就到这里 我们最后再做一下总结 我购买这些咖啡豆的门店 是南通的一家门店 很遗憾它们的烘焙日期都是去年7月8月的 我并没有买到这些咖啡豆比较新鲜的时候 所以也没有喝到它们最应该表达出的状态 对于一款咖啡豆来说 它的最佳上位一般在1到3个月之内 大半年的时间着实有些长 我们看这些咖啡豆的单包的价格 其实都不算高 搭配上它的生产日期 它的性价比就没有那么高了 三款意识豆中最深的黑色琥珀 真的是太苦了 我真的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吃苦 咱们工作可以吃苦 喝咖啡不要太吃苦 另外两款如果它们足够新鲜的话 表现应该会更好一些 这些单品咖啡 本身我们喝单品就是要喝它的产地风味 大半年之后它们的风味其实都比较弱了 稍微有一些风味的就是云南酒香 然后是夜价学费 然后是哥伦比亚 如果你能在你身边的河马 买到比较新鲜的味道的话 肯定比我这个要好喝得多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还想看其他的咖啡豆测评评的话 可以告诉我你们想看什么品牌的 我们下期再见